现在我们来讲一个不用钱的软体 而且这个软体不需要安装 因为它只要登录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是www.fotojet.com photojet.com 这个谐音就是照片喷射机的意思 photojet photo是照片 jet是喷射机 意思就是说 很快的就可以达成你要的一些美工图形 那我们现在第一节先来讲的是 它的制作海报功能 它这边有一个make a college 就是制作海报或卡片的功能 第二个是create a design 就是做一个设计的图片 第三个edit a photo 就是可以编辑你自己的照片 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功能 make a college 点击之后呢 它会出现很多的样板 然后它的好处是 你不需要去做login 不需要去做sign up login就是登录 sign up就是注册一个新账号 所以它的方便性很强 就是你不需要去注册账号 就可以使用了 像这边的范本 就是让你去参考 说你喜欢哪一个范本 然后呢 比如说我点这个3D好了 看起来好像很炫 或者是 我做一个time杂志封面 也可以 你把它点一个time杂志封面 好了 这个比较常常看到人家做 把它点一下 然后呢 这边有点一下这个范本 你看哦 它这边 你要想说为什么它是免费的 那到底怎么样它才能够获利呢 其实它只要是 没有秀出来的部分 都是你要付费才能够看得见的 那像这个皇冠的部分也是要付费才能够使用的 比如说我点击这一个time 它就会跑出来嘛 我点击这一个 它也会跑出来嘛 可是当我点击这个有皇冠标志的图片 点击之后 它就会跳出来请你注册 请你去注册 然后 你注册之后呢 如果要想用全部的功能 你才有办法进一步再去做付费的动作 我们先把它关掉 所以如果你只是纯粹想要用免费的 你就不要去点击这个有皇冠的地方 像点击这个没有皇冠的地方都可以 然后呢 我要把它放一张我自己的照片上去 像这样子放一张自己的照片 我就按右上角这个add photo 就是加入照片 点击之后呢 有一个computer 就是自己的电脑的意思 那这个不要在手机上运作 要在你的电脑运作 所以呢 你就选择这个computer 点击之后呢 好 就选一个你自己的照片 我选一个我自己的照片 看一下我的照片里面有没有拿一张比较符合 比较符合 OK 这张比较符合做那个杂志封面 按开启 开启之后呢 它就自动上传到它的网站来 然后你要怎么把它放进来 就直接把它拉进来就好了 放开 你看完成了 有没有 这么快 那你说 这个挡到我下巴了怎么办 我把它按一下 把它一下 一下一下 它在这边好多个元件 你看我把它点击这个 这是一个元件 我把它点击 它可以拖拉 这是一个元件 好 看能不能用全选的方式 可以耶 好棒喔 我把它选取之后 全部拉 糟糕 拉到我的照片了 我不要拉我的照片 我只要拉到黑色的部分 不要挡到我下巴 好 放开 然后再点 点旁边 点旁边之后就去选 就是不要选择全部 再去点我的照片 再把我的照片拉上去 拉上去 不错 这样就没有遮到我的下巴了 还削到一点点 那我再把照片放大一点 放大 还不错 它会照比例放大 不错 好 OK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你可以按这个Save 储存 然后这个Share 就是分享到一些 Facebook之类的平台 这Print是去硬抓 那我们要Save 比较好控制 Save 储存之后 你可以命一个档名 比如说001好了 然后它这边Quality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把它设定为多高的品质 Low就是品质比较差 High就是品质比较好 通常我要下载回原始档 当然是品质要最好 然后Size要多大 678×960 我觉得太小了 一般我要下载 我就下载最大的 1375×1920 这个看个人 你如果要放在脸书上面 不用那么大 你就不要下载那么大 那你如果是要把它做 那个列印成海报 这个大小去列印成海报 其实也 只能列印类似A4的那种小海报 因为真的大海报 都有好几十Meg以上 才会真的有比较高的解析度 其实这样小小的海报OK 然后就储存到电脑 那这边是选择你的格式 我比较建议你 如果你要容量小一点 就是JPG 如果你要再清楚一点的话 你用PNG 你看PNG变成2.5Meg 如果你要更清楚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用PNG 然后我用PNG好了 然后Save to Computer 就可以储存了 那对 我先把它取消 刚刚这些文字都可以修改 你只要点一下 再点一下 就可以进去里面修改这些文字 你也可以打中文 缺点是中文没有办法去变换字体 即使你按右边这个A字体 选择Urs好了 这边有一个凡黑体 你看 即使 我做过这个测试 即使我去选择 我的 譬如说送体好了 结果还是要保持细密体的文字 所以中文字没有办法修改 那如果是英文字的话 英文字的话就方便了 英文字比如说 我用CtrlZ回到上一步好了 糟糕回不去了 算了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英文字 比如说英文字 我按A 我可以去修改 英文字体 但中文字体就没有办法 那么任意你修改 只能够用细密体 这是缺点 那当然 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字体 我刚才全部把它删掉 我把这个图片整个排版下载回来之后 我用PowerPoint或者Photoshop去另外把字加上去也可以 那个比较搞刚 就是要多做一些功夫就对了 好 然后我做好之后呢 我就下载 对 刚刚的任何文字都可以 这边都可以 只要你选取之后 可以修改文字 包含这个大小调整通常都可以 这个也可以 然后这边是旋转 这都可以的 对 还有一个叫层次 比如说我这个层次 这个有一个layer 这个layer 点击一下 top放到最上面 button放到最下面 你看放到最下面就不见了 被所有的图片盖住了 然后forward上移一层 再上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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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就直接移到最顶层 backward就是移到后一层 后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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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 那这个是复制 复制 复制 复制某个元件 复制 复制 不要的话就按这个垃圾桶丢掉 按垃圾桶丢掉 这个就是整个编辑的模式 很方便 像这个真的是好多个元件组成的 这个软体最大好处就是 它预先帮你做好很多范本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从头开始去搭建这些 一个一个元件 如果你用Foloshop从零开始做的话 你就会比较累 有那么多元件 那这个网站就是直接把范本做好 你就挑一个范本你喜欢的 再把图片套进来就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ok好 讲完了 最后save save我存png 然后输入一个档名 档名可不可以用中文的呢 刚刚有同学在问 档名可不可以用中文的 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输入中文 好像不方便打中文 没关系我打001就好了 save to computer 储存 图片 001.png 储存 Your design has been saved to computer successfully 你的设计已经被储存在你的电脑成功了 ok 好了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刚刚存的存在哪里 我刚存在图片里面 去看一下这张 你看1375×1920大小2.45Mb 点开看一下 好看圆图大小是多大 就这么大 这是圆图的大小 就是1375×1920的大小这么大 ok 好这个就是去设计一个你的海报的概念 那你如果要去加文字 这边可以去加文字 可以去加文字 然后可以去移动它 你可以去加文字 或者是你可以去加图片 你看 然后一样大小旋转都可以设定 有这么多 一样黄冠是要付费的部分 所以黄冠点击之后呢 它会跳出这个 请注册 然后 shape就是看你要加什么形状进去 比如说我要加箭头 ok 然后我要把它按 opacity 是那个透明度 然后颜色 你可以去变更任意的颜色 所有的元件都一样 都可以去变更任意的颜色 background 就是你的背景 背景 背景在这边看不见 因为被我遮住了 被我的图片遮住了 假设你的图片没有满板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你要的背景 你要的背景 或者是单色背景也可以 好 这个就是我们开局的功能 示范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设计 还有这个照片编修的部分 好 这节线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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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